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扎面Alpha 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11月27日 周三下午的4点47分 首先恭喜那些Watch Connect空头有缝额的小伙伴 相信各位观众老爷的话 已经领取到自己的OKX钱包当中了 并且这个宣伴方非常良心 他将链上所消耗的Gas的话 都已经打入到我们的个人钱包当中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行收集就可以了 也有一些小伙伴他可能会选择到进行质押 因为收集完成质押之后呢 会根据质押的这个文档解锁不同的奖励 我们相关的话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查阅的 我个人的话也会选择质押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有关于Watch Connect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看群里很多观众老爷 他说他自己的钱包是一个使用很久的老钱包 那为什么此次的空头没有份额 反而是活跃了没有几天的新钱包 有这样的空头份额 首先来解答一下 那么这是有关于Watch Connect 总量化10亿枚 一共空头了1.85亿枚代币 第一季的话只有5000万枚的空头 那么其中3000万分配给符合条件的用户 剩下的2000万枚分配给网络的贡献者 但并不是所有参与注册的都有空头 它的快照时间是在24年的9月12日 并且是看就查询链上交互的记录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60到300之间不等 那领完之后的话在钱包当中添加和代币合约就可以看到了 代币合约地址的话 其实你在一开始进行到收集的时候 它会直接体现在OKX当中 如果你没有的话没关系 我会把这个代币合约地址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当中 方便大家的使用 紧接着我们将视线拨回到Moment空头的登记表格当中 那么做过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登记 为按时登记的将会失去所有的空头生理的资格 那么这是登记的入口 截止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12月2日晚上的8点钟 那么登记的话就是我们绑定任务时做过的一些地址 那比如说小狐狸或者OKX 那是作为我们的EVM的地址 Aptos的话就是这一个他们原先自带的这一个钱包了 就这一个钱包 然后另外的话是我们的税的钱包 其实这个就可以绑定也可以不绑定 因为当时我记得做的时候应该是以这两个为主 不是说它在这个方向上所有的东西都要绑定一下 那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绑定一下税的钱包比较好 然后这是你的推特的授权 然后这是你的DC服务器的授权 然后这边做完成之后呢进行到一个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去几番的就是点击一下就好了 点击完成等它响应之后呢 它这里会进行一个人际的认证 直到最终出现Completed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还不算完结了 因为它最后一步还没有亮起来 直到你出现这样的一个页面的话 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 恭喜你 OK我们来一起参与交互一下Kernet这个项目 那么明确的指出来 它是由币安Labels进行领投的 那么未来有机会大概的会上币安交易所 当然这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目前的测试网的话任务比较简单 就是它因为可能内核测试网在刚刚出来没多久 所以我们去交互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那首先是进行到第一步 进行添加他们当前的测试网 那这里点击一下对应的添加一下RPC 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那这里OKX小狐狸都可以没关系 如果您正准备进军加密世界 还没有注册交易所 现在机会来了 只需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 注册币安、OKX、BitchGate或者GateL等主流交易所 就可以轻松享受交易手势费的专属折扣优惠 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海量空头 新手福利和相对应的体验金 帮助我们轻松开启加密世界的第一步 千万不要错过 赶紧使用到下方的邀请注册链接 享受这些专属的福利吧 添加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第二步骤 进行领取测试代币 那么它跳转的网页是这一个 我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这一个不符合要求的话 没关系 我们另起一个就是浏览页面 然后复制一下我们刚刚复制的内容 那它有很多了 你去搜索一下也好了 对吧 你可以去在不同的网页当中去获取到相对应的测试代币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不过你在去选择的时候 也要斟酌一下这个网页是否安全 这个安全性还是要保证一下的 那这领取完成之后我们进行正常的第三个步骤 然后它是命车Token 我们来到它的这个主页面当中 那一样的也是要先去连接自己的钱包 这里我们授权一下连接 你在这个页面当中做的任务其实非常简单 那我们刚刚领到的是测试代币BMB对不对 我们选取到第二个 然后这边的话输入相对应的数额 比如说0.001好了 然后进行一下充值 那这里等待一下交互 小户的钱包确认一下就好了 那既然进行了一个充值的话 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把它提取出来 因为这样算是一个完整的交互流程 这里我们点击一下withdraw 然后把我们刚刚存取出来的存 就是充值进去的然后取出来 但是数额不要跟它一样 最好要稍微给它大一点点击一下withdraw 同时的话它在我们左手边 也有一个测试币的水龙图标识 我们把这四个代币都去做一下交互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再做到SLI SBNB的这个方面 就这个方向上 它这里的话是已经满池了 所以我们是不能进行添加的 这里无论怎么添加 它都会已经说明了就这个问题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相对来说 它这个流动池是不满的状态 那么就其实就除了它其他都可以做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去做一下完整的交互就可以了 可能测试币的话会有一些问题 它比如说你在去搜寻它的时候 它会显示我们已经密设过这个BNB了今天 然后所以它要我们明天再审呢就明天做一下好了 这个的话只要交互一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来参与交互一下Hard Protocol这个项目 那么它是在11月20日的时候进行发推 说明了此篇的一个推文 那么它是欢迎来到第一个命名币启动平台 等等等 然后允许钻石并解锁相对应的奖励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进入的链接 打开链接之后呢会来到这个样一个页面当中 那这里的话首先点击 首先是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那这里我们连接一下钱包 这边进行一下批准 它会相对应的添加一个新的测试网 批准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本来测试网很多的情况下 你可以适当的删除几个不常用的测试网 然后这边有个在上方板块上面有个rewards 这边的话我们会看到相对应的一个钻石 那通过做一些简单的任务 然后去赢得它的钻石就可以 不过目前应该就只有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可以做 其他任务的话应该都是需要花钱的 那花钱的我们就不做 然后这里做的话会比较的繁琐一点 就在于比如说我们进行到一个Titlegram的认证的时候 它是要我们时刻与这个Titlegram机器人做交互的 就这样交互之后呢 它才会就是核言任务成功 不然的话你是一直卡在那里是成功不了的 这里我们再点击一下follow 然后再打开相对应的这一个 然后进行一下加入 加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到这里进行一下核言 核言成功了 它会再弹出一条Titlegram小程序 然后它这里才会显示到成功 对应的这一个才会显示到Completed 所以它是要时刻与我们的那一个TG 要对照在一起的啊 这个就是比较狗的地方了 我这边建议啊 你在做完今天这些社交性的任务的时候 把这一个全部都退掉 删除对话 然后停止使用 包括我们刚刚加入的那一个 那个群组当中就这一个啊 也进行到一个退出此频道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 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